他们共盲目崇拜科学,而不注重心灵的完善。 他们相信人类的力量能超出大自然。科学是高于一切,科学是万能,科学能铁一切人类之问题。 而良心,灵性仅是宗教之名词,它永不能实现。 人们,不认识真理,真理是我们之良心,道心,真我本体,它不不灭,万不长存。 人,它是主持老我一身之主人翁。 如今世上的众生,大多数失去了真正的良心,他们造一切之罪恶。 因此造成了空前绝后之浩劫。我们称它为末劫。在此浩劫中,不仅全世界的众生同时起天的大天,地府的鬼魂都要受洁灭。 。 However, God, of whose essence we are created, is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and does not desire that the good people be destroyed along with the evil ones.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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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. 。 。 . .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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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n order that people may realize their true nature and thereby become enlightened. 然而,是我們靈性的至高無上之母親上帝,是非常的慈悲,一不忍善惡劇本。 因此,將下真道禀派名師寄公佛佛與樂會胡薩將士挽救三曹起天之大仙,世界的眾生,地府的鬼魂同返天堂。 我們師尊師母,二位老大人奉老母的命令,真傳真手。 故杜三曹,他們的責任是半禮末後一收元大士,不立文字,叫外別傳。 知之人心知之人人不有之良心,靈性是人們見自性而成佛。 When the last calamity arrives, now